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妮妮 嘿 2023年春季日剧 从4月开始到现在 已经也渐渐进入尾声了 嗯 在台日哈之前的春季日剧 期待值的节目中呢 也有介绍过台日哈听众票选出来的 前15名作品 那么今天就来做个中途感想家报告 结合大家的吐槽跟推荐 那我先来吐槽一下自己好了 每次看到每一季日剧推出的片单跟卡丝 第一个反应就是 完蛋了 我哪来那么多时间啊 哭爆 好 也要诚实地说 并非每一部作品贵你都有时间看 或者是很认真的看 或者是看完 而且今年的春季日剧阵容 真的非常的强大 光是看到90年代两大男神 牧村拓栽的叫场ZERO 还有福山雅治的Lost Man 这两部绝对就是焦点啊 但是今天鬼妮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残酷的日本收视率排行榜 并且结合大家的吐槽跟推荐 来做个日剧中途报告 好的 鬼妮参考的收视率排行榜 时间点是在5月29号的平均值报告 因为前阵子我有看到一篇报道 他是在说三本圣太郎跟高桥海人主演的 但是还保有热情这一部日剧 可能会创下杰尼斯有史以来主演日剧的收视新低点 那个时候就超紧张的 不过后来就有看到很多前辈 甚至是声优 中村优衣 都有在他们的网路直播上面赞赏 但是还保有热情这部日剧真的很好看 感谢不可不想的推荐 目前但是还保有热情的电视收视平均值 是排在第13名 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太糟 那前八话的收视率平均值 大约落在3.9% 好的他只是个数字 那这部日剧在Modelu Place的读者票选出来 是最推荐的日剧冠军 也是日本专业影评人最期待的新形态日剧之一 我们在介绍收视率前五名日剧之前 我要先稍微说明一下 日本收视率是由一家叫做Video Research的公司来提供的 他们是专门为日本电视节目收视率 还有广播节目收听率来做调查的一家公司 成立于1962年 由电通还有18家商业广播公司 以及东芝一起出资设立的 那Video Research这家公司呢 会在日本42个都道府县进行收视率 以及收听率的调查 只是啊 近年来网络平台兴起 打开电视 好像已经不是大家收看节目唯一的管道了 而且日本的新兴人类 他们也不太相信日本的收视率 只不过 有些数字啊 对很多粉丝来说还蛮重要的 例如鬼你看到 但是还保有热情的低收视率文章的时候啊 心还是会抖一下这样子 嗯 那我们先从日本人会定时打开 电视收看日剧的收视率 前五名开始介绍 首先第五名是 献给国王的无名值 全画平均收视率百分之七 这部日剧呢 是日本TBS电视台每周二播出的日剧 改编自日本漫画家杜边智慧的 同名人情漫画 由黑色一杖部的三铁两界 还有乔本环奈主演 这也是两界首度主演 少女恋爱漫画改编的日剧 主题曲是Jump最新的单曲 Dear My Lover 也在今天发行了 耶 鬼妮已经收到最新的单曲了 耶 好的 这部日剧 剧情在讲 家境不太好的女主角 雨田凌华 是乔本环奈饰演的这一位女主角 因为她长得很漂亮 经常被人家误会是狐狸精 每一份工作都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 然后做不久 后来她加入了一家婚礼公司 意外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还因此跟婚礼公司的社长 就是男主角 新田东乡 诶 契约结婚了 什么是契约结婚 就是有点类似假结婚 然后他们签订的契约是一年 而且这两人还在第一集开播之前 就召开了结婚记者会 弄得好像真的一样 超多台日哈的朋友都在吐槽这部日剧 吐槽的点都是觉得实在是太甜了 受不了社长傲娇的举动 受不了他们进展实在太快 受不了 受不了受不了 但是还是很喜欢看 嗯 我也是 我也是一边吐槽一边看啊 然后就追到了快要尾声这样子 反正就是恋爱脑很快乐啊 怎样 但是要我选的话呢 我会选饰演神山的板东龙泰 喂 好啦 真的不要再叫我凭这一部日剧了好吗 知道鬼你的人都知道 三田良界是我儿子啊 妄想中的理想儿子 我儿子很努力的在做每件事情 恭喜山田良界的新电影Badlands 九月底要在日本上映 期待台湾也可以引进哦 好的 接下来是第四谜 绝对不可能 侦探上水流梁子的解析 还以全化平均视听率是8% 本作是富士电视台推出的侦探推理剧 改编自又月玉子的同名小说 由天海又西还有松下光瓶来出演 故事在描述IQ有140的贵山深宴 和善于变装头脑非常聪明的女侦探 上水流梁子一起合作对抗不奖励的坏人 第一集就演到饰演律师 上水流梁子的天海又西 因为一起伤害事件而遭到起诉 因此丢了律师执照 还被判了缓刑三年 在这之后呢 他成立了个人的侦探事务所 和IQ高达140的助手贵山深宴 就是松下光瓶饰演的这个角色 成为了搭档 第一集没有交代如何相遇展开合作的啦 但是他的助手贵山深宴 好像很习惯梁子不按牌理出牌 什么都接的行事作风 偶尔会吐槽一下自己的搭档 是见钱掩开铁石心肠的魔鬼 也会私下调查梁子的身世 所以背后应该是藏着 他想跟梁子合作的理由哦 我看蛮多观众都在吐槽第一集的剧本 有人还说这该不会是信用 扎妻式的摄影棚吧 虽然第一集推理的成分少了一点点 但是后续还蛮值得期待一下 在推理剧中凸显的温馨剧情 也是个看点哦 而且气场超强的女王天海又夕 在本剧里面不按牌理出牌的样子 看起来真的很反差 很可爱 松下光瓶这个角色也是蛮讨喜的 虽然IQ有100是非常聪明 但是意外还蛮和爱可亲的 好接下来是第三名 刑警与检察官 有时是法官 全话平均视听率8.2% 他是朝日电视台每周四晚上9点的连续剧 由童谷健泰主演 这部日剧呢 是2020年刑警与检察官的续片 当时的主角还有东出昌大 有一说是因为个人的形象关系 所以今年呢 就由童谷健泰单独主演这样子 饰演主角 重景护豪泰 第一集开场很可爱哦 就可以看到童谷健泰的关西腔大嗓门 然后在横冰的中华街 追逐犯人的夸张动作场面 还说了一句中文 不好意思 超可爱的 然后鸡村涌朵 他在里面饰演的是喝过羊墨水 偶尔会冒出一两句英语的刑警黑幕 他跟豪泰一起联手办案 第一话也可以看到 Naniwa Dance的大潮河野 他的演技挑战 虽然是一部办案主轴的刑警剧 但是整部剧的步调 非常的明亮轻快 而且角色的设定 非常有趣可爱哦 我自己非常喜欢饰演主角 童谷健泰美眉的比加爱卫 他们两人的斗嘴模式 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宗春安 他也加入了本剧的演员阵容 所以非常推荐 喜欢刑警剧 又带点喜剧成分的朋友们 来看这一部日剧 刑警与检察官 又时事法官 好的 接下来是第二名 我们的大船木村拓哉主演的 风尖公卿 叫场ZERO 全话平均视听率是9.8% 本作就是叫场系列的前传 故事在描述主角 风尖公卿 他在担任刑事指导官时期 负责教育新人刑警的故事 当然 演员阵容是本剧的一大话题焦点 除了主角 木村拓哉之外呢 还有 新元节一 北村降海 燃谷降泰 白石麻一 赤楚为二 冰田丛玉 小林勋 小日向文 板口献恶 这些强大的配角阵容 堪称是富士月九字 Code Blue之后最豪华的日剧之作 木村拓哉饰演的风尖呢 是一位不择不扣的刑警狂热分子 他认为只有最强的刑警 才能维护正义 所以呢 他在警察学校担任教官的时候 他会对学生毫不留情 用各种残酷的方法 来考验他们的意志跟能力 听起来就很累这样子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秘密哦 那就是他对警察组织 有着深深不可信任 还有厌恶的心情 因为他好像亲眼目睹了 警察内部的一些腐败跟黑暗面 那这部作品呢 就是最主要在描述 封肩公卿成为教官之前 作为刑事指导官时 和年轻刑警们一起追查杀人事件的故事 也会演出他如何从一个热血刑警 变成一个冷酷教官的过程 当然观众的吐槽还是有的 台日哈朋友说 剧情好像有点弱这样子 那我要吐槽自己 Zero我还没看 所以我不方便再评论了 好的这是第二名的部分 我们开头不是说 本季日剧有90年代两大男生吗 除了木村拓哉之外 还有福山雅治 是的 收视率第一名就是Lost Man 全画平均视听率12.9% 这是TBS的日要剧场 是一部非典型的刑警剧 由福山雅治主演大全杨共演 地画开场的场面还真的蛮浩大的 然后紧接着手上拿着 盲人手杖 全盲的福山雅治就登场了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 虽然他是全盲设定 但是他眼睛是睁开的 然后主角福山雅治 他的自信的眼神跟全盲之间 那个演技实在是太厉害了 福山雅治他饰演的是一位 风趣帅气 而且用高科技手法来办案的 美国FBI 那大全杨饰演的是 一直在吐槽他的日本警察 两人搭档携手破案 那这两位帅气的大叔 一搭一唱默契非常十足 除了热血办案的场面之外 这两位慢财双口相声组合 也是本剧的一大看点 除了两位主角之外呢 还有永赖莲 吉田阳在剧中也扮演了 同局的行径 每一集会因为剧情 有不同的演员相继登场 我在想拿下电视收视率之冠 绝对有他的原因 所以在这边也想推荐给大家 好哦 以上就是前五名了 接下来鬼妮要私心推荐一些春季日剧 除了上周跟Mia聊的那一部 除刀与小青交织 一日料理帖之外呢 也要推推HiHi Jazz成员 乔本良主演的漫改日剧 堕落JK与废人老师 故事一开始呢 是有一位女高中生 她因为私恋很烦恼 然后在学校的阳台 准备往下跳的时候呢 却被一个叫做 灰人的物理老师给拦下来了 那这位物理老师是一个 没有人缘 没有梦想 没有未来的废人 是不是跟她名字有点像 灰人灰人废人废人 总之她就是一直在想办法 让女高中生不要想不开 然后就提出一个很奇怪的要求 她说在她死之前 可不可以让她做她的男朋友 然后女高中生觉得 这位老师很好笑 有点可怜 但是又很可爱 所以就答应她了 所以他们就展开了一段 禁忌而且甜蜜的诗生恋 好因为原作漫画真的蛮有名的 然后加上声音drama的 男主角配音声优势 中村优异的关系呢 我自己还蛮关注 乔本良的演技还有声音的表现 果然乔本良没有让鬼妮失望呢 这个轻浮的角色 我觉得非常适合她 诶这是夸奖吗 是的 没错这是夸奖 除了她的脸 看起来很年轻 跟女主角站在一起 有点像童鸡生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算是本色演出的乔本良 在剧中展现出很自然 而且令人心动的演技 绝对会让大家少女心爆发 所以推推 那接下来要推的是 小枝风花主演的 听我的电波吧 这是改编自沙村广名的同名漫画 除了小枝风花之外呢 还有饰演电台大叔 制作人的北村一辉 还有一直在告白失败 而且帮倒忙的骗气良太 以及伶牙之旅的原菜奶花 我觉得这故事还蛮特别的 她的剧情在描述 就是在杂幌式汤咖喱店打工的 古田美奈琳 就是小枝风花的这个角色 她某一天工作到一半的时候 听到广播中传出 她自己喝醉在抱怨的声音 她才惊觉她这些荒谬的内容 是被前一天坐在她隔壁喝酒的 陌生大叔给录下来的 她为了要阻止她的声音继续被放松 她就放下了手边的工作 直奔了电台 没想到 她就莫名其妙被送上主播台 在节目上进行Live的即兴演出 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她的风格 于是美奈琳她就获得了自己的冠名节目 听我的电波吧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自己非常喜欢小枝风花在本剧里面的演技爆发力 还有骗气梁泰她的告白 真的是太可爱了 而且以电台节目为主题的日剧 真的很少见很新鲜 所以想要推推 那如果说比较少见的日剧风格的话 我想再推一个TBS推出的奇幻悬疑剧 Painting Chan 八十二十三分 明天和你在一起这一部 她的主要演员包括了 三田玉桂 赤楚威尔 上白石蒙哥 她的剧情在描述 一大早乘坐八点二十三分电车的乘客们 突然被传送到一个荒芜的未来世界 在这里不但不能使用网路跟手机 这些乘客们还要被迫在没有水 没有食物的世界中求生存 好 这是TBS精妙日的十点黄金档日剧 主题歌还真的又用了 Officialo Higetan Rizum的歌 Tattoo 那她们虽然在未来 但是她们必须要开始学习钻木取火 而且考验着彼此的人性 在过着原始般的生活中 还可以三角恋爱一下哟 剧情的设定让我觉得很像在玩 COCTRPG角色扮演游戏 留下蛮多谜团让大家去思考其中的含义 例如为什么是八点二十三分 然后在这一班车上面的乘客们 她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共通点 她们为什么会一起来到这个荒芜的未来世界 她们最后真的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吗 是的 TBS原创脚本的日剧 总是不会让观众失望 所以也想推荐给大家 以上聊了八部日剧 好的 每一季推出的日剧数量真的是多到超乎想象 地上坡加上网路剧绝对不会少过一百部 再加上当季都还没有结束 就会开始预告下一季日剧的情势 真的是 哈 这个是鬼尼的赞叹声 嗯 好的 最后再推一些台湾剧平台有跟播的剧 例如永山英泰 奈旭 盐田钢点主演的 我们之间没有的 布伦剧 我有看到网友很有趣的评论 他说 欸 英泰又要离婚了吗 很想把英泰送去给隔壁的 听我的店铺 把我的小枝风花揍一揍 还有什么 怎么会有人不想扑倒盐田钢点呢 那我来呀 像这样的评论真的很可爱 看大家吐槽了评论 真的也是蛮开心的 谢谢大家 再给我们欢乐 接下来要推的是 波流还有高山针奏 所主演的Mr.新娘 台日哈的大家都说 很想把很会做家式的新娘 高山针奏给去回家 最后一步要推的是 台日哈朋友投稿 想推荐的 是松本润主演的 2023年大和剧 怎么办家康 这位朋友说 虽然它不是春季日剧 但真心大推 好的 怎么办家康 是从今年1月8号 就开播的大和剧 他第一集啊 饰演枝田信长的 钢田准一 他就对松本家康 说了一些酷炫的台词 引发大家热议哦 诶 大家说 这不是严谨的大和剧吗 怎么会出现 这么有趣的对话呢 其实从去年 小力寻主演的大和剧 连昌殿的13人 就可以看出 NHK 一改以往 强调历史正确度 还有严肃的剧情内容 他们请到了 宫藤观酒廊 三股信喜 古则梁泰 这些以创作喜剧为主的 鬼才编剧们 来参与制作 融入了许多有趣的桥段 为了吸引年轻人 观剧的意愿 在开播之前呢 他们也引起 日本观众们高度的热议 大家赶快去看一下 差点被钢田准一吃掉的 柔弱松本家康吧 以上额外介绍的这几部日剧呢 目前KKTV都有跟播哟 喜欢的话就按照自己的方式 跟速度来观赏吧 好的 以上就是鬼尼 今年春季日剧的中途报告 欢迎在留言处 补充推荐您的爱剧 那么就在这边 先跟大家说晚安啰 我是妮妮 我们下次见啰 再见